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青年叙事医学与医学人文大赛总决赛 同时在长春市中心医院隆重举行 与此同时 吉林大一风采大型画册首发仪式也于荡日举办 出席本次活动的领导有 吉林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林天 吉林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韩宇红 吉林省科协学术部部长张小军 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秘书长刘德金 吉林大学白球文医学部部长李帆 长春中药大学校长宋百林 吉林医药学院院长蔡建辉 北华大学副校长杜培格 中国医学论坛报廖杰副社长 中国医学人文杂志副主编王德 北京大学叙事医学杂志执行主编王一芳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刘慧君教授 中国健康管理协会郭奇祥秘书长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佟成涛书记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张学文院长赵伟书记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张天夫副院长 长春中药大学副主医院从德育院长 我们这次吉林医学人文大会 其目的方才在我在开幕时当中已经说了 第一呢就是我们搭建吉林医学人文的一个平台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呼唤医学人文精神回归 第三呢就是这个营造一个尊医众位 一贩和谐的一个社会氛围 这是我们这次主办大会的一个宗旨 这个一个宗旨 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就是不忘医学初心 牢记医者使命 能够为健康吉林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最近的几年当中呢 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们 被乳腺疾病所困扰 乳腺癌的发病率也是日渐增多 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乳腺癌 高福智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 长春肿瘤医院如甲外科主任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1医院 蒲外科主任 1984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 2003年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 从事蒲外科工作30余年 先后工作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4医院 第461医院 擅长甲状腺癌根治术 甲状腺癌多功能保留颈阔轻属 乳腺癌根治术 薄乳手术 乳腺微创手术 及复杂的再次手术 甲状腺微创手术 经颈部小血口腔颈甲状腺手术 面对恶性肿瘤疾病的高发 我们除了要对他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之外 更重要的是能够了解他的致病因素有哪些 才可以做到正确避免恶性肿瘤疾病的发生 乳腺癌的这个发病原因 就是大家一般比较公认的 就是一个是就是有家族 就是有家族史的 就是他的一级亲属 像他的母亲呢 什么有过乳腺癌的 那他的女儿乳腺癌的发病率 就要批一般万人要控 另外呢 他乳腺癌得过 一侧得过乳腺癌 另一侧呢 他批 就是正常女性发病率要控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月经出超 来得比较早 走得比较晚 行经时间比较长的人 容易得到乳腺癌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个体发病比较胖的人 也容易得到乳腺癌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地域环境因素 也有好的因素 容易得到乳腺癌 还有就是说 这个没有扑过乳的啊 没有就是35岁以上怀孕的 也比正常人乳腺癌要高 乳腺癌是否会有一些 明显的临床症状表现呢 那哪些症状的出现 是我们应该拉响警报的时候呢 乳腺癌发生的就是一般呢 就是说最早的时候 因为它比较小 一个患者也不打主意 另外呢 患者呢 也不愿意检查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个早期发现的 相对来讲还是不容易 所以说咱们就提出普查 让年轻女性啊 中轻人女性啊 到医院提检的时候 那个能做一下超声吐查 再一个就是患者呢 要养成好的习惯 就是说自己查 首先因为大部分患者 乳腺癌都是自己发现的 自己怎么查呢 就是说要躺在床上 自己摸一摸 别用手捏 把两次乳腺摸一摸 或者是洗澡的时候 这个对照镜子啊 这都可以查 是自查乳腺 一般查乳腺的最好是 是月经走了以后 因为月经来之前嘛 乳腺比较胀 它比较好 月经走了五天以后啊 几天以后啊 几天以后 它这个查的话 可能相对能够准确 也能摸到乳腺 有没有结结啊 这样能够发现的 几率要高一些 它这个包块呢 因为乳腺正常 是摸不到包块 它可能有 像增生的话 可能有克力量结结 但它要摸到包块了 那它就手感 摸到有个东西了 那它自己感觉很明确 这个呢 我们叫做乳腺的第一只手 叫自查 一声查是第二只手 辅助检查 各种辅助检查 超身和不把 这属于第三只手 所以首先还是自己要自查 最怕就是 平时不做乳腺癌筛查 等到了有了症状 再去看病的话 可能就是中晚期了 乳腺癌呢 它是 因为它属于全身疾病 像我是搞外科的 我们所说只是拘部治疗 乳腺癌是容易通过血型转移 它主要是转移到 肺 骨骨和肝 和其他的恶性肿瘤疾病一样 乳腺癌在临床上呢 也有着不同的分期 在疾病处于不同阶段的时候 也有着不同的治疗方法 乳腺癌如果要是 这是自己要发现有结结 那随后马上到医院 但越早发现越好 到医院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找医生看一看 医生呢 可以通过这个触摸呀 因为医生的手 皮患者是要灵敏一些 再一个就是 也可以通过第三只手 所说第三只手 就是一些辅助检查 做像咱们 乳腺癌的病人到医院以后 咱们常规给做超生检查 就B超检查 有的要进一步怀疑吧 就是说咱们可以做个木把 木把能发现一些早的概化 如果要比较明确了 它这个节节 考虑 因为我们现在做B超都分级的 首先做超生检查 超生检查要给它分到4A了 因为这个超生检查分级到6级 3级的时候 那一般吧 就3级说98%都是良性的 2%可能不好 然后4A呢 它有4它要分ABC 现在乳腺癌发病 有年轻化去世 建议35岁以上的妇女 就参加乳腺癌筛查 这个该结婚的时候 结婚该生育的时候生育 平时注意就是说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二十岁眠二十休息 精神压力别大 温馨提示 乳腺癌的高发因素有哪些 月经初潮年龄小于11岁 绝经年龄大于55岁 35岁前未生与哺乳 吸烟 流产大于两次 乳腺癌患者不断增加 给我们的生活和健康 都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很多人等到病情加重了 才发现又是得了乳腺癌 这种情况 让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就落了下风 为了能够及时对乳腺癌 做出反应 要对乳腺癌呢 有一定清楚的了解 才能够在第一时间啊 进行准确的判断 好了观众朋友们 本期节目的卫生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不散开了也有什么事呢 不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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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